第304 首先这个题目 大家要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 它的逻辑 比如说写程式最麻烦 最难的部分就是了解 料理这个程式是要我们做什么的逻辑 如果你逻辑了解的话 其实写这个程式应该也就不那么困难 首先第一个它叫什么 回圈关键的地方 哪一种回圈它没讲 不过理论上如果有范围的话 用for 回圈是一定的 比较简单 然后倍数 总和 不过其实你会发现 这六个字凑在一起 真的还是一头雾水 回圈 倍数 总和 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 请你帮我把 比如说你输入21 能够得到50 为什么 它这边有讲 是5的倍数 意思就是说 它要从1开始 一直到21 这个之间呢 能够被5整除的数字哦 有没有 1234 5 5可以对吧 5 然后6 7 8 10可以 再来15可以 20可以 意思是把5加10加15加20的总和是多少 那就50 也就是这个地方 可是问题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当然我demo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输入 一样会有一个input 一样会有一个整数 所以int 然后我就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21好了 那就50 15 20 全部加起来 Enter 就50 OK 一样 但如果你数字把它增加一些些 比如31 那应该再加多少 加25 加30 105 OK 那这个地方程式该如何撰写 OK 那首先的话 其实将来最好是可以套个公式 最好也不要重新写过是最好的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一样会有个ns等于 就是会输出嘛 接下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输 这个地方的回圈 大概就这几行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关键地方来了 所以for回圈嘛 对 for for回圈 I in range 这个range的部分的话 应该从哪一个到哪一个 从1开始 无庸置语 它意思是从第一个字 dol点 到哪一个字呢 到那个A这个字 加1 就是要到21嘛 可是它是22停下来 dol点 后面的话 它要什么 但它没有 所以这边不用 不像刚刚要加个2 这边不用的话呢 当然你没事不要斗点1 它预设就斗点1 之间间隔1的意思 不用 OK 然后冒号之后的话 底下的话做什么 把那个I的I的词跟那个5这个部分除以5之后能不能整除 如果整除的话就把那个被整除的那个池留下来 帮我累加起来 所以特别重要 一负 所以这里面发现刚刚王后写过类似的 I这个词 比如1 它如果除以多少 除以5的余数呢 如果等于0的话 刚刚是不等于0 这件事情 所以1 不行 1不是1 2 与2 3与3 4与4 5的话刚好 所以把5留下来 然后再10留下来 15留下来 20留下来 所以怎么留下来 累加 所以 这边注意哦 底下就写一个什么 如果当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那ANS等于什么 ANS自己本身 加上什么呢 加上I就可以了 这个写法跟刚刚一样 把这个I的值 原来是0嘛 如果5 5加上0 把它存在ANS里面 所以5 再下一个10 所以5加上10 存到前面变15 一直在一推 全部存完 存完之后的话呢 那就再把什么 结果帮我print出来 print NS 这样这一题 就大功告成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哦 这个地方哦 其实不用 我在想说会不会 是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 干脆这边直接5 然后后面的话呢 斗点5 这样会比较快 有没有 就不用 就直接累加就好了嘛 你根本逻辑判断都不需要 对不对 OK 所以很多方法 也许可以各位试试看 那当然标准的写法是这样子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所以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回圈 里面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I的这个词除以5能够被整除的话 就把这个I的词啊 帮我累加起来 OK 大概是这样啦 应该可以懂到逻辑 如果可以的话 请各位试着把这个程式部分呢 把它写出来哦 可以试试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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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eo 我来